近日,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稍缓,5月4日,绝大部分的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于当日开始恢复正常上班。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曾宣布分两阶段恢复正常服务,首阶段自5月4日起,香港多类公共设施也会在不违反禁据令的情况下陆续重新开放。 记者当日看到,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所有办事处恢复服务,但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只处理领证及已预约申请,进入办理需要测量体温。 入境处也写有公告提醒,不允许非办理业务人士在大楼内逗留。 香港入境事务大楼进入的天桥上聚集了很多来办业务的市民,人潮涌动,其中还有大批外籍家庭员工在等待签证。 许多外拥反映,他们在香港的工作签证瀕临过期,之前入境处都不开门,现在趁机会开门了,赶快来办理。 我只是等待我的旅程,我的父母在准备了几月,你需要等待两星期之前,你会有聘请,然后等待,我想是八月,还要有门, 然后说你还能等待两星期,但还没有开门,这次我来到这里。 由于入境处重开首日,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过多,办事处内限制人流,很多人只能在入境事务大楼外等待。 有市民表示,特区政府重开政府设施是好事情,让市民办理已经几个月未能处理的急事。 办理那些延期居留那些咯,上个礼拜来到,他说我们的时间没到咯,上次来过之后,问了之后,我今天再来咯,上次来到没得搞咯。 没说不方便的,这个疫情来的,这个疫情你都要配合它的啦,是不是啊? 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,5月4日,香港房委会辖下乌村办事处,各邮政局,各区民政咨询中心,社会福利署,各办事处,税务局,劳工处的办公时间已经恢复正常。 记者看到,位于湾仔的香港税务大楼已经全面开放,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行业性招聘中心和就业中心也开放了,一批市民在里面等待递交相关资料。 而香港湾仔邮政局也正式恢复营业,市民进入区测量体温,不少市民陆续走进邮政局办理业务。 而交通运输方面,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指,各专营巴士公司开始恢复繁忙时段的正常班次,以照顾乘客的出行需要。 记者也发现,香港当日恢复开放的大多是办公室类的服务,而公共设施仍然暂停,包括室外运动场地、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将于5月6日重开,体育场馆将于5月11日重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